今天讲讲昨晚发生的荷兰国王一家去希腊度假 因为国内民愤太大 匆匆返回荷兰事件 荷兰国王威廉·阿里山大 威廉·阿里山德 和皇后马克西玛 昨晚坐着政府的专机去希腊度假 因为获释国内反应激烈 因此落地几个小时后马上决定返回荷兰昨晚的一则大新闻 他们在一份声明中写 我们将终止假期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人们的强烈反应 使我们受到了触动 声明还说毫无疑问 要看新冠病毒受到控制 就必须遵守所有规则 不过 注意下面一句 有关我们假期的讨论 对此是没有帮助的 平心而论 他们所去的希腊 他们的别墅所在地 在荷兰外交部旅游建议中是黄色标签 就是说疫情并不严重 只不过是需要多加留意一些 而且呢 昨晚就是星期五晚上 学校开始放抽假 他们合家出游 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 由于最近荷兰疫情数字急剧上升 政府刚刚要求市民不要到处走动 不要外出旅游 国王为什么就不为人表述 反而自毁形象呢 套用荷兰社会 描描荷兰国王的一句话 是不是 Embediatum 就是有点蠢呢 这个是 他订婚时候 未婚妻 马克西玛对他的一句评价 这里有几个要搞清楚的问题 国王一家去度假 有没有违反疫情规定呢 答若 没有 刚才已经说过 他们的别墅 在希腊最大的半岛 波罗宾尼萨 是黄色标签的地区 不是橙色 不是红色 属于可以旅行的 但是就必须注意风险的地区而已 而且呢 昨天是秋假的开始 合家出游 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问题是 荷兰内国刚刚颁布了新措施 政府呼吁人们不要到处走动 不要外出旅行 最好在荷兰国内 包括首相 旅大 和内阁几个部长都说过同样的说话 现在 国王却外出度假 你怎样为人表输 书立榜样 而且呢 这样做也损害了政府疫情政策的声誉 这个叫平头百姓怎样能够跟随呢 又怎样能够服众呢 这是引起社会反感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 皇室坐着政府的专机去度假 可不可以呢 这里要回答的就是可以 第二这个政府专机的编号 是P-H-G-O-V 就是government的意思了 是一架波音737 他说 国王曾考到开飞机的执照 这次去希腊 是不是国王本人驾驶 过个人就不得而知了 荷兰政府有法律规定的 荷兰皇室是比部长有优先权 坐政府转机的 使用政府的转机 国王和皇后可以无限次地要求 但是呢 皇室的家庭服务局 就必须向荷兰交通部的飞行调道提交申请 而费用是要由皇室的预算来承担的 国王出访又怎么办呢? 如果国王因公出差 就由政府来买单 荷兰外交部只是支付他的国事访问的费用 为了购买这架飞机 还有故事的以后 再慢慢跟你谈谈 第三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火会烧到首相里特的头上? 荷兰社会和在野党都认为 昨天飞往希腊度假 而荷兰处于部分封锁的状态 那国会中的一些政党 比如说陆党、社会党等等 就希望手上里特澄清一下 他知不知道这件事 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有没有提出反对等等 他们认为 手上没有进行制止 这个很不应该 这个又有荷兰宪法规定 荷兰宪法有个条款说 国王的行为和安全 是由首相负责的 包括王位的继承 王处王子的婚姻 都要过问 在工党科克当首相的时候 就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 但是荷兰宪法还规定 荷兰国王是不可侵犯的 如果国王做了什么错事 比如说说说错话、做错事 背负责的就是首相而不是国王 所以这次王室度假引起的问题 文责就要追到首相 吕特头上了 昨晚荷兰国家新闻局就说 吕特是知道国王旅行的事 于是 国家新闻局就将一只锅给铝特尼背了 一位记者透露 首相每个星期都要和国王见面 可能他已经得知了国王的度假计划 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就忽理忽图答应了 这个首相是不是有点灯呢? 第四问题 国王决定终止假期返回荷兰 是谁出的主意呢? 这是一个迷 有人估计 可能是吕特或某个部长和国王通话 讲述了国内的反应 经过再三考虑 首相或者某个部长给出建议 国王觉得还要终止行程 不过就要发表一个声明 说你们当着我度假这件事 是对病毒的减少 没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 是怎么知道国王是否真的回来呢? 或者他讲一下 或者没有帮你怎么知道呢? 这个简单 如果他们回来 皇室的旗子 就会在海牙国王居住的皇宫升起 你去海牙看一看 他就知道了 当时证实他们离开 记者也是引述说 皇室的旗子已经降落了 这一点来判断 唉 荷兰国王夫妇为例 并不是第一次了 今年夏天 国王和皇后去到希腊度假 和餐馆老板拍了一张照片 也令到他们很尴尬 他们两个人和一家餐馆老板合照 彼此都靠近 并不符合疫情中规定的社交距离 不过 荷兰的宪法规定 国王是不可侵犯的 所以 国王是永远不会辞职的 我们的平头百姓 就只能够吐吐吐 无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因为明年是大选年 荷兰明年三月份 就要投票选出新的议会 从而组织新的政府 于是 近期对于首相 让吕特的攻击特别厉害 我们一些自媒体 又说 吕特要在国会认错等等 特别是抓住吕特在疫情中的表现 又是吕特在前一阶段的疫情中 人气很高 他的政党、自民党 大大抛离了其他的政党 因此 必须要抓住他的痛脚 把吕特搞一下 于是 国王的事件又掀起了一阵政治上的交锋 很多在野的党 会抓住这个事件 大做文章 用摆得上桌子的理由 趁机把现任首相 靠其政党推下台 或者 起码减少他们的选票 所以 任何事情都有政治背景 你们看 我可以在这里议论国王 议论手上多么自由 不像某些国家那样 至于荷兰 为什么还会实行皇室制度呢? 这个制度有没有可能废除呢? 以后慢慢再跟你谈 好 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点赞、转发和订阅 明天再找个话题聊天 拜拜